知道啊闯红灯很危险 其实闯黄灯同样也是惊险万分的 就在前几天在江苏聚荣的一个路口 发生了一起惊险的交通事故 两辆对象行驶的小车在路口抢黄灯通行 因避让不及 其中的一辆小客车撞上了路边的电线杆 致车辆受损 车内一名乘坐人受轻伤 从监控中看到 当天下午4点钟左右 一辆小客车沿宁毛公路游戏向东行驶 至事发路口时 路口绿灯已经转到黄灯 小客车并没有减速 准备直接通行 而此时对象一辆小车正在路口左转弯 小客车避让不及 直接撞上了路边电线杆 接近之后 聚荣交警大队郭装中队民警 立即赶到现场处置 并且联系120将伤者送医院救治 经医院检查 小客车驾驶人余某未受伤 而车内乘坐人10某颈部受轻伤 民警根据调查结果认定 小客车驾驶人余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在此 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 车辆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减速慢行 注意观察 遵守交通信号 红灯不能闯 闯黄灯也很危险 小客车驾驶人余某 小客车驾驶人余某